两百色盘子高举在手 2019年郭台铭选总后值 力挺的清洁品公司清静海 是近期备受关注的新贵股 这两天开盘不到15分钟 股价都飙涨超过五成 触动熔断机制 暂停交易 新贵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 这个涨停板的限制 但它有熔断机制的限制 当天的平均涨幅 平均价 那个涨幅来到50% 那么当天的交易就会暂停 金管辉表示 已将清静海列为线上监视股 特别关注股价和量变化 而新贵股交易的这么热络 自然和新兴航空股王新宇 脱不了关系 不过也因为新日连日飙涨 21日剧烈波动 被贵买中心列为储置股 22日起连五个交易日 单笔买卖10张以上 或单日累积30张以上 都得先付全部的价金和圈存 形同全额交割 新贵在资讯透明度上面 是非常非常之低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的股价的波动也非常的大 它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基本面掌握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非常的低 新贵股投资风险高 刘易别追高杀敌 华视新闻黄澳天室新顺 台北采放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